中国16万公里的高速路网上 2016年有3000万个货车司机昼夜不停地在跑 相当于一个重庆市的人口 到了这两年这个数字锐减到1728万 货车司机 这是一群在疫情当中前所未有受关注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疫情之下 货车司机都面临着什么 从3000万锐减到1728万的数字背后 我们的经济 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3月下旬开始 因为多地发生货车司机确诊 许多省市开始不同程度管控封闭高速 跟我这颗聊过的货车司机都说 今年比前两年要难得多 有多难 还是官方数据说话 根据交通运输部截至4月10日 全国高速公路收费站关闭678个 服务区关闭364个 主要集中江苏 浙江 安徽 河南 河北 山东等地 这些都是全国物流最集中 最发达的省域 哪怕关闭的收费站和服务区不到总数的10% 货运延误依旧影响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数字背后